还有朋友留言对我进行批评 说你看你当时留学是公派留学 但是你还留在美国了 就有点好像不太讲究吧 就这意思 我对此其实我这两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边的公交车艇被打碎了 被坏人把这个玻璃打碎了 哇塞 我的天哪 这就是旧金山这边的暴力的倾向 是这样 在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时候 还有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的确是公派 就是我们不需要出学费 而且还保留职位 保留工资福利都是有的 就是那个年代还有这个 现在也有公派吗 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回原单位呢 有好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最表面的 就是原单位的领导也没有很明确的表达 但是也表达了这么一个想法 说如果你不回来 你在留的外面也没问题 因为你到外面读书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去公派之前我们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 很基层的一个单位 就是当时领导后来也说 你看你去清华去美国又读书 你又拿到这个美国的受制学费 就说我们这个小单位 可能已经容不下你了 就说你不回来没问题 就比如说你去其他单位工作呀 你就是领导很宽松 就是很对我很好啊 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对吧 就比方说咱们举例子啊 就是你以前是在一个乡镇卫生院当医生 咱举例子啊 那么后来呢 你去国外去学进一步的学医学 然后呢又获得很高的学位 对吧 就是当时来说很高的学位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回到那个 以前工作的这个乡镇卫生院 是不是有点不太搭配 对吧 比如说 相当卫生院都要求大砖或者大本子 你一下子弄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硕质卷位 你再回来上班 是不是原来为领导都觉得有点不搭 对吧 就不好安排 的确是他 那个领导也的确是 跟我表达这个观点了 虽然说是后来新换的领导 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情况 也跟我很客气的说 你留在外地没问题 对吧 我们也支持 所以呢 从领导角度呢 他们他并没有要求 我回去上班 对不对 虽然后来呢 可能我就离开那边了 也都是正式的这个书面的这个辞职申请 这是表面的这个原因 从内心的原因呢 其实我也是在那个单位工作 这么多年呢 也有就是这种不适应 就是性格方面 还有跟同事交流方面 有好多方面 理念方面不一致啊 以前我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合群 但是经过好多年的这种思考呢 我意识到 问题好像并不是在我身上 反而是说本身 我所读的书 我所经受的教育 还有我内心的成长 那么跟我们这个单位 同事跟这个大环境 就不一样 这边又有碎玻璃 哦天哪 又碎玻璃 这被打碎的 这是旧金山 这个地方不安全 就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也是这种暴力的倾向 就是很明显 对吧 就是你比如说到后期 到我去公派学习的之前 那个时候单位的这个氛围 就已经不太 用我的观点来看 好像有点不是特别常规了啊 就是有一些同事呢 那时候就已经悄悄的工作时间 就打扑克去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妥当 虽然说 我在工作方面 也不是说多积极 但是呢 至少我对自己有这个要求 我会有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要求 我不会说工作时间 去打扑克 对吧 对吧 而且还是那种 不是小规模的啊 而是这种分成好几帮这种的 我觉得这个不妥 但是在表面上呢 大家又表达出 工作方面很积极 对吧 我觉得这种就很错位 就是说你一方面 表达出工作很积极 然后跟单位领导 靠得很近 对吧 然后该吃吃该喝喝 该交往交往 但是你实际上 你所做的 这些事情 你工作时间 大家就 躲在一边 打扑克了 去耗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就不妥 这个 用我的感觉来说 我不会这样做 对吧 就是说这个大环境呢 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些同事呢 他们都这样做 这边是谁蒸的这个衣服 别的很好的人拿 还有一点呢 是 在我 去学习 在北京期间吧 当时我记得我这样进一个地铁口 那时候我的 以前 我的一个同事啊 也是我的一个 当时工作上的一个数据员吧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我在北京嘛 他打电话说 汤姆哥你就别回来了 单位这些同事 因为他 当时 是新来单位上班不久嘛 然后后来他主见熟悉 他说你看 单位这些同事就背后说你 这个说你那个的 我们都觉得 我心里觉得都不太好啊 就是说 对你不公平 就是觉得你 比较 特立独行啊 对吧 就是 不合群啊 然后大家就 把你当成一个议论的一个焦点了 把你当成谈资了 就是 他都很气愤 他就悄悄打电话说 汤姆哥你就别回来了 你就 千万别回来了 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告诉我 也跟我说 你就别回来了 你就 派你出去 其实我内心也是这样想的 就是在 派我出去学习的 那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 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就是 风消消息 溢水寒 汤姆一去去不复返啊 当时还不叫汤姆 叫亚当 当时 后来叫汤姆的 但是我这里就 用汤姆这个 名字作为统一的这个称呼吧 这个是谁扔的这个印象 还有呢 一些情况是 在 工作过程中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是一个 很基层的一个单位 所做的一些工作呢 办理的一些案件呀 处理的一些事情呢 都相对 就是有些比较大的这个案件呀 或者说 涉及金额呀 或者说案件性质呀 比较大的呢 我们就不能管 我们就必须 得上报啊 交给上级部门啊 就是他分层级嘛 对吧 基层单位就没有权力去管一些特别大的案子嘛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的同事们他们的做法呢 是连汤在水的网上也报 因为毕竟你不赶紧管 对吧 就是说 虽然是在你们当地案发的 但是呢 这个案子 不给你们管啊 这个案子比较重大 对吧 你们没有权力管 你们就得报到上级 对吧 你就是 公安这个材料移送过来了 主要是公安啊 移送过来之后呢 你们就直接 通过机要 我们呀 叫我们呀 当时 通过机要呢 把这个优给上级部门 他们就具体处理这个事了 但是当时我呢 读了好多书 我当时在我们单位 起初是在一个比较 这个说来话长 就只能从中间切开 这样说了 我在我们单位 起初是在一个 比较偏的这个部门啊 原因呢 就是说 以前不是 我曾经在深圳 在那边去过一段时间嘛 然后 从深圳回来之后 或者说 在我往回赶的过程中 我们单位就换领导了 那么换新领导了 那么以前 就是有些事情就会反弹 因为以前的领导 对我很好啊 对我很照顾 然后 给我批准假期 然后包括单位去北京借车 去北京买设备都让我去啊 让我跟着去 然后 其他人呢 就颇有微词 因为毕竟 我当时是很年轻嘛 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傻乎乎乎的 比如说 你在一个科室工作 这个科室呢 有副科长 有科长 对吧 完了科长呢 上面呢 有单位的副手 对吧 分管领导嘛 然后单位的副手之上呢 才是一把手啊 但是当时我傻乎乎的 我什么事都直接找一把手说啊 就跨过了我们副科长 跨过了我们科长 也跨过了我们分管的这个副手 所以他们其实对我很有意见啊 觉得这个汤姆太 他们觉得狂妄吗 不懂规矩吗 不会来事吗 正常的 其实我也知道那时候 有些年轻人呢 比如说 是吧 你 逢天过节呀 或者什么时候呢 给部门的领导呀 对吧 副科长啊 科长啊 或者分管领导啊 一点点的这样的表达 好感呀 或者表达这种想法 对吧 这边是一个 幼儿园好像是一个 但是呢 我并没有这样啊 我就是上班就去 踩着点去 然后下班就回啊 然后也不跟 人们掺和这些那些的啊 不掺和这些事啊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 哎 你好像并不主动的去表达好感 不主动的表达决心 那么好像是不是就对我有意见啊 这样的可能有些人就不高兴 对吧 但是毕竟不管怎么说 我们当时的一把手是对我非常照顾 记得当时有一次去执行一个什么任务 去搜查吧 然后当时反正好多年之前吧 我们单位管的这个职权范围还是比较广啊 当时我记得当地有一个造假酒的这么一个地儿 它是用那种什么防尾帽 什么知道 那种的自制的那种假的酒啊 这样我们去搜查 去他的住处搜查 他的酒窖什么的 当时因为我年轻嘛 当时我就二十 我想那年我应该我是二十一二十二周岁左右 然后大家都蹭了蹭了就上车了 还是那种老式的吉普车那种的老式的那种 就坐满了 然后等我想上车的时候呢 因为你年轻嘛 那么什么事你都由着老同事来 对吧 上车你也不能先上啊 你得等着 你就先瞅是吧 你得等着 别人上完你得上 结果 七车咔嚓七车咔嚓 人都上上去了 车满了 招不开了 然后我就有点尴尬的站在车的外面 我最年轻嘛 然后大家上车 说小汤姆你别去了 你不用去了 你看家吧 我们去得了 车招不下了 是吧 这个也是顺理成章 对吧 车招不下了嘛 当时的车也不多 我就只能笑着 嗯嗯嗯点头 对吧 那你还能说什么 你非得往上挤吗 但是这时候我们一把手 正好在那现场嘛 他不知道 他碰巧吧 可能是晚上也加班嘛 然后他在那笑眯眯的说 挤一挤 大家挤一挤 让他练练兵吧 这样的 然后大家一看大领导说话 然后就主动的就不吱声了嘛 一个单位 大家都倾向于听一把手的啊 对吧 绝对全美 然后我就得意 然后上车了 并且有了这个印象 我还现在还记得到他家去查那个酒瓶什么样的 我记得当时还挺有意思 说来就挺有意思 当时那个 我们当地有个酒厂啊 那个是很出名的一个酒厂 然后那个厂长不经常换嘛 那个厂长的姓王啊 两个字 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然后 当时呢是产一种 一种酒啊 一种 白酒啊 属于特色嘛 然后玻璃瓶 那个酒也不贵 但是 的确是那种烧制的 用那种酒糟 用高粱 什么的烧制 而且那个厂子呀 还有人当时去买那个酒糟 喂猪 当猪资料什么 就是高粱壳 玉米壳之类的吧 小麦壳之类的 那个壁画是个大公鸡 但是 因为那个酒做得很好啊 我记得我们当时 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还 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去 那个酒厂参观 看着工人光长榜子 拿着那个木头去先 去那个嚷那个酒糟 什么的 闻着很香 热气成疼的 对吧 然后 当时呢 也有些人用马带 用自行车拖着去买 去喂猪什么的 就是那种高粱壳之类的 因为它酿酒 它不是烧吗 那种传统的 这个烧酒 这样的 而且当时还有一些人 淋着塑料壶 去那个酒厂的门师傅 去买这个散装的白酒 那个年代是纯 烧的这个粮食酒 后来呢 就变成了叫 白酒勾兑车间 我们当时 去搜查的时候 也就是 借用那个当口啊 有人就开始勾兑了 因为它这个 很畅销 产量跟不上了 因为你烧 用这种传统的工艺 烧酒 对吧 用粮食烧酒 那么产量自然少啊 但是大家都想买 那么供不应求 就有人就动主意 就是说用这个酒精勾兑 然后这样的就导致呢 就是出现了这个 假酒吧 对吧 然后就报案 影响这个企业的信誉了 出现假模围裂了 它那个防伪设计的挺有意思啊 是把厂长当时 它那是个玻璃瓶嘛 然后盖呢 是那种铝盖 特别薄的那种铝盖 然后铝盖呢 是那种密封的 不好拧啊 所以说大家在 开那个盖的时候呢 一个比较经典的做法呢 是 拿那个筷子捅 就说 比如说到酒店了 因为它那是那种 年龄大的朋友知道 就是老式的那种 玻璃瓶的那种酒啊 比如说它有一个铝盖 很薄的那种铝盖 你需要实际拧之后 才能够把它咔的一下 把它密封环拧开 容易扎着手 还容易 那种的 但是呢 你要是 力量小呢 它拧不动 或者说你有的时候 担心你拿劲的会 它那个铝制的盖很薄嘛 容易搁着手 一不小心 弄不好的话 就会把手给扎伤 对吧 就不好拧 但是呢 因为它那个盖 特别薄 是铝的嘛 铝很软嘛 所以有的人呢 就索性 在去酒店喝酒的时候呢 当时那个年代 大家也是 喝酒很彪悍啊 互相劝酒啊 什么的 然后 把这个酒上来之后 拿筷子捅 把筷子那个 被使劲扎 扎一下 不行扎两下 就扎漏了 就把那个盖 扎漏了 倒酒 对吧 就不拧了 他们选择用这个筷子扎漏 结果呢 他把这个防美贴 贴到这个瓶盖上 正好正面上 所以说 后来呢 大家也去酒店 喝酒 就拿筷子捅的时候 扎这个瓶盖的时候 就扎他这个脸啊 因为他的头像 不是作为激光的那种 椭圆形的 小的粘贴吗 那么 一扎就 就扎他的脸啊 后来大家觉得 这个不吉利 你说这个厂长 大人 他这个头像 作为这个防美贴 大家天天 无数个人 拿筷子扎他的脸 这成什么 不好就觉得啊 后来好像也改进了 后来就不弄不弄了 对吧 也挺有意思 这是到了一个公园 以前这个公园我路过过 曾经去DMV 办身份证的时候 从路过过 转了转去 转到这儿来了 人还挺多 这边 我还戴墨镜吗 这边不用戴墨镜了吧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还往上爬吗 有点不想往上爬了 我这个墨镜是不是 给摘掉了 好多人 那边 草地上有些人在那 休闲 这样的 老美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人太多了吧 也行吧 以前 那个草地上画的圈 大家在圈里待着 现在不画圈了 大家也能自觉地保持距离 还好 这个小孩不发冷吗 歇一会儿喝点水 再见 拜拜 再见 景色不错 这边景色 我把墨镜摘了吧 天快黑了 我把墨镜摘下来 这边也能发现 看什么 我把墨镜摘下来 这边也能够 看什么 这边 这边 这个项镜摘下来 这边 我把墨镜摘下来